师傅 你好 我想买点那个就是炖着吃的和那个做馅吃的肉 这块肉我给你连做馅带脚馅 前面脚馅后炖无话要 行行行 现在这肉多少钱一斤了 31块9 31块9 164的 嗨 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 刚刚在评论区呢 有位网友特别热心 建议我今天是立秋嘛 要炖肉贴秋彪 我先生上班之前临走也是说 今天是立秋呢 咱家要包饺子包肉饺子 不管是炖肉也好 还是包饺子也好 都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 越来越富足 越来越好过 好了 我就开始紧张忙碌的制作了 先把肉清洗一下 凉水下肉呢 把这个肉呢先紧出来 差不多了 可以给它捞出来了 锅热了 加一点油呢 然后把冰糖放进去 喝几粒冰糖炒色 现在已经出大泡了 把肉下进去 烤完糖水呢 加一点酱油 加入温水 把葱姜 还有大料 一个小红椒 加进去 好了 开始炖肉了 那大概需要炖一个半小时 一会儿大火开了以后 转成小火 一个半小时呢 就熟了 我用这一个半小时呢 我去包饺子去 我插炖肉的这锅货呢 把面也和好了 馅呢也都准备好 就插货了 一会儿换一下 就可以包饺子了 好 把馅呢 加一勺黄豆酱 再加点蚝油 加生抽 加点香油 加点香油 再加点花生油 加一盐 刚才我是加了点鸡蛋 还有点那个木耳的碎啊 完以后把那个韭菜放进去 馅和好了 看看 好香啊 面也馅好了 开始包饺子做剂子 我们天津呢 有这么个习俗 历秋这一天呢 咬秋 就是吃西瓜 咬秋 然后呢 还要吃肉 叫贴秋标 其实咱们中国很多的习俗呢 都是期盼咱们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刚才那个 我看了看了 他们炖的肉 那个味儿 大家闻不到 我现在已经闻到了 特别的香 这个肉 我又加了点蘑菇在里面 这肉啊快熟了 汤已经不多了 就可以下盐了 肉 肉最熟了 饺子也包完了 麻烦了一下午 肉也炖好了 饺子也包成了 就等孩子大人回家 吃饺子 网友朋友们 你们家今天也包饺子吗 包的什么馅儿的饺子 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交流交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恩娜姨的给恩娜姨一波关注吧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